男生走出失恋 跟女生走出失恋不太一样 你们觉得男生走出失恋 最有用的办法是什么 1 找兄弟出来喝一顿酒 散散心 2 马上认识一个新的女性 展开一段恋情 3 在家待着 4 出去旅游 三四够呛 不是A就是B 这我不知道 来你来决定 我听她的 B 赵子龙还不认识什么女性呢 我绝对是A 你呢 你平时怎么做的 不是我 我以为朋友这么做的 一般朋友就是自己 我肯定是喜欢出去旅游 换个环境 是免得看到一些 触及深情的东西 但是你不能听我的 他这是90后的年轻小孩 你不能听我的 对 我是觉得是A 就是没有什么事 而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 对吧 其实按理来讲应该是B 我觉得应该只有B才成立 对 只有B成立 来 A 你们要不要先选 B 你们选啥 你们选啥 首先她们选B 咱们几个女生 谁要选她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自己去琢磨吧 她们是新的女生 我的天啊 其他的不成立 对啊 好 你们先来说吧 我们选A 首先我来说 我对你们很真诚 游戏就招这门 A 找兄弟出来喝一顿酒 散散心 冠冕堂皇 第三 在家待着 不可能啊 然后 4B 出去就散心 也不太可能 B 很真诚 认识新的女性是最好的 能够舒缓自己心情的一个 好久了 喝一顿酒 万一又想起来 又难受 可怎么办 越喝越难受 喝完还得吐 心里有难受 生里有难受 所以B 是最 最最最认真 最诚实的 没错 1 可以 我们俩一起上去 好 可以 30秒 首先啊 我想说 认识新的女性伙伴 开启断新的恋心 根本就无法治愈你心里的伤 你想想你对上一任的爱 那么爱你 你才被她甩掉之后会那么伤心 因为你还没有把她忘掉 你只是认识了一个新的人 并且去伤害一个新的人 对新的人来说 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你根本就忘不掉那个人 为什么还要去找新的人呢 而且去哪认识那么多 那么快就会认识一个新的女性伙伴 除非你之前就有备胎 如果你之前就有备胎的话 你这个男的活该被甩 你活该伤心 对 让兄弟出来喝一顿酒 不行的话就喝两顿 喝三顿 喝四顿 天天喝 我天天一醉放松 忘记我所有的烦恼 喝多了就断片了 就忘了那个女的了 迅速找到一个新的女性 一定是一个化新的男人 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知道吗 哈哈哈哈 多喝一点 新的女性就算不是废胎 因为人的废胎必须认识 不不不 知道吧 新的女性就不是废胎 知道吧 新的女性就不是废胎 播出的时候 你们的女性朋友都看着呢 啊 啊 看了 好了 好了 时间到 孙怡刚才说 所以我们女生一定要赢 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查亮你们的眼睛 看清楚这些人 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哥们喝一杯酒 过来吧 对 我们最大的男人都是专一的啊 咱们 咱们五国的女人要十大体 哈哈哈哈哈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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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主公是在镜头让你撒个档的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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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准备 你们好好想一想 尤其男孩子 你们曾经恋爱过的话 你爱一个女孩 然后她把你甩了 你会找一个 马上找一个新的女孩 就会把她忘了吗 人家没说找 人家说认识新的 越找新的女孩 你会越想上一个 好 刘备还是孙权 准备 孙权 蓝色 三 刘备 二 刘备 一 请投票 赢了 谢谢在场的男士们 不理解 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到此为止了 因为我们会百战百胜的 这个游戏叫 谁敢得罪吴国泰 吴国泰 请收尾为一子